湖南省许多居民区被水淹 自由亚洲图片 中国珠江 湘江及长江流域连日暴雨引发洪灾 近400条河流水位已超过洪水警戒线 部分地区出现决堤 在民发出的视频中 有房屋倒塌 铁轨路基被冲毁 河上漂浮着尸体 当局之坐低调处 以引发舆论验责 水利部官员王张立 14日表示 中国目前已进入水汉 在害防疫关键阶段 据监测数据 陆讯以来受到降雨影响 全国近400条河流 发生超过警戒线以上的洪水 较1998年以来 同期超景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 王张立说 截至目前 长江中下游发生一次边号洪水 黄河上游发生二次边号洪水 珠江流域西江发生一次边号洪水 寒江发生二次边号洪水 据介绍 当前长江中下游赶流及两湖 黄河上中游太湖及西江水 为较常年同期偏高零 10米5 10米 其中长江赶流 九江江断机 鲍杨湖湖口超景陵 32米0 52米 过去几天 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 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 消息称 仅7月9日和10日两天 湘江至少四处决堤 半部分地区洪灾已过去6天 官媒人未报道官方救助情况 有关洪灾消息和视频 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触目惊心 在网上广为流传一段黄色洪水 滚滚穿过村庄的视频的配问称 7月11日 湘江决堤 湘潭 诸州城泽国 半个湖南京广县江报废 三峡作孽 有网民15日在推特发出各地水灾的视频显示 江西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水势凶猛 在湖南湘江两岸水平面高出地面5米左右 众多民众在堤坝上累沙带强险 防止溃堤 另有视频显示 有房屋倒塌 铁轨路基被冲毁 河上漂浮着尸体 恒山县湘江和堤长江镇曹家湖段 7月9日早上6点出现一个约15米宽的绝口 洪水滚滚而下 汽车和房屋被淹 有些树木仅可见到树梢 据现场消息称 洪水淹没梁子平村及附近的三个村庄 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 数百户受灾 网民待会更爆出 官媒竟然晚五天正时 湘江决堤 官媒淡化 灾情然而 中共官媒报道中只有有关受灾面积 受灾人口 损失金额和伤亡数字等内容 对于灾民惨状绝绝口不提 相关报道也被淡化处理 均没有出现在头条位置 有网民17日在微信朋友圈发贴称 中央电视台凌晨一点播出美国停电 但是没说湖南发大水 微信圈不少有关系说水灾的文章被屏蔽 衡阳居民田女士17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土匪总是掩盖真相 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到最后连老百姓逃生的计划都没有 以前的非典也是这样 现在的非洲猪瘟也是这样 田女士说 当地的灾情严重 很多房屋被泡在水中 现在很危险 如果水漫过堤坝 很多小区都会被水淹 汽车都被毁掉 从7月8日开始 湖南省全省开始降雨 其中以诸州市降水量最大 将近100毫米 有网民发贴称 9日起 乡州应南地区出现各大暴雨及大暴雨现象 全省868个乡镇受到危害 其中369个乡镇出现大暴雨 得地出现决堤 由于湖南诸州市部分铁路桥底水未超越警戒线 京广铁路湖南断部分区域一度关闭 田女士说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长江三峡大坝决堤 到时候可能真的大半个中国就成了泽国 届时哀鸿遍野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公布 截至7月11日 湖南受灾人数近280万 6人失踪 至少11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3亿元 据统计 从6月到7月11日 全国共有1,991万人次受灾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25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有3、4万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受灾面积1,761、4千公顷 中国暴雨洪灾仍有继续额化的趋势 根据中共气象水文预测 未来一种南方地区还将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 强降雨仍将位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与前期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 防汛形势严峻未来一个月 即7月16日至8月15日 江淮、江南、西南、华北和东北等地还会有强降雨 预计长江中下游 黄河、海河部分水系 松花江和辽河等流域将发生大洪水 珠江流域更可能发生暴雨洪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